当中也讲到说 货业求断游培气 金鱼则化尽全功 我们今天的凡夫的修学 在这个货业苦当中 要断除生死烦恼 就像是这个泥土捏成的这个培气 那么等到这个生死 这一些烦恼磨 那么这些死磨的这些鱼 一下下来 这个泥土捏成的这个培气 金鱼则化尽全功 过去所修的这些修行的功夫 全部白费了 全部要重新再来 所以这个死磨 正是我们说法世界最大的障碍 那么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到极乐世界 因为在这个极乐世界当中 它有无量无边的寿命 使你可以在一生当中 决定可以成就 那么这样子正是在解释 极乐世界的一个超胜情况 再来看到点出尽中 据此生性方人发于大愿 云中应当二字 即止生性 生性发愿即无上菩提 而此心愿 敌为净土 此难 由此而迟迟名号 乃为正行 那么我们整个镜中 就是具足前面三个信心 那么这个三个信心就是 活力不可思议 心力不可思议 法力不可思议 这样子你才可以发起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样子一个大愿 那么在这个文中 应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应当表示说 你今天往生极乐世界是具足了信心 那么即止生性 生性发愿即无上菩提 何此信愿 敌为净土 此难 由此而迟迟名号 乃为正行 那么这样子的生性发愿 正是一个无上菩提的一个因果 那么这样子何此这个信愿 它就是一个净土的指南 由此而迟迟名号 乃为正行 那么就表出了 我们整个一个净土法门的一个宗旨 就是信愿持民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专重信愿 我们看偶一大师的解释 若信愿兼顾 临终十年一面 一绝得往生 这里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像现在资讯发达 那么现在很多的地势坛 也有一些居士 同样也是在宣缩净土法 但是他们有的人 这个就说 所谓的临终一念 我们看到这里的临终十年 一念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他所解释的临终一念 他说是七天 那么他就说 所谓的临终一念指的是七天 为什么呢 根据这个佛作阿弥陀经 就是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到七日 那么成就一心不乱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往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信愿 我们除了要有愿力之外 还要有正见 在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他这里的一念 指的不是七天 他这一念就是在我们一念 跟欧弥陀佛感应道教的那一念 那么乃至于有的人 他是需要临终十念的时间 而能够达到一念的感应道教 这个十念也是在说 在你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么你有其中一念跟佛陀能够相应 那么总之呢 能够相应在这个佛号上面 决定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没有信愿 那么众将名号辞至 风吹不落 雨打不湿 如银墙铁壁相似 亦无得生之理 修敬业者不可不知也 所以这个信愿 正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光剑 那么乃至于在这个大本 《欧弥陀经》 亦以发菩提愿为要 正于此同 那么在这个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啊 实际上就是要我们 要真实地拔起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 内心的一个信愿 那么这个信愿相较起来就相当重要 那么我们最后再举出 净土圣贤路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唐朝有一个生葬法师 那么这个生葬法师呢 他在一生当中 就是为大众师 服劳役 那么为公为重 任劳任怨 那么任劳容易任怨呢 所谓的任怨 就是别人在他做事情的时候 那么怎么批评他的欢喜去接受 那么这个就相当不容易 那么晚上的时候 独创大乘经典 那么支持名号 就是要讲到这个生葬法师的 灵命中的特别的情况就是 在灵命中的时候 这个生葬法师啊 因为一生的支持名号啊 他就是灵中预知十字 那么预知十字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啊 他的中阴身看到六玉天 那么这个生葬法师不动 这个六玉天呢 四天王天 夜谋天 都率天 那么乃至于到他化之在天 赤地献险 来迎接到他的六玉天去 但是生葬法师不动 那么古德就说啊 灵中内心何等散乱 那么六玉天何等殊胜 这个生葬法师能够不为所动 如果不是啊 信愿坚固 何有得慈 也就说出了 我们灵中能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关键点 就是在这个信愿 那么在这个信愿当中呢 我们就要知道它有重要性 好 那么这一堂课到这里 向下文场 不在南日回向 佛说 佛说 欧密佛基 要解选择 和上名 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居士 大家 欧密佛佛 请放长 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五十四页 以三 正式行者 指持名号 指持名号 鼓立行 那么在我们学习本部经典 也就是佛说 欧密佛经 佛意大师他把它分成信愿行 三支两 那么把这个整个经典 切割成这三个部分 现在所进行到的是 信愿行的行这部分 正式行者 指持名号 鼓立行 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到 佛陀这里所说的经文大义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开始要立这个行 那么在这个行 跟这个信念之间 它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行 指的我们开始要去 做这种实修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教理上面的学习 了解这个整个 信徒法门的 它的一个道理 它是属于一种 教官的部分 所以这方面 也就是说到 在这个 像我们整个修行当中 在这个行 跟这个官之间 也就是所谓的教跟官 那么 就是要去做一个融合 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路上 这个教官 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选择 那么大部分的人 刚开始他这个修行的时候 那么喜欢行门的人 他就欢喜住在这个 就是持见 乃至于修辅的道场 那么喜欢教 教理的呢 他就是欢喜住这个道场 可以多听经文法 但是身为一个伯弟子来说 这个教跟行之间 他应该都是要去 做一个综合 乃至于说呢 不能偏颇 就像是我们吃东西 不能挑食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一般 像我们在这个 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一昧的 那么你就是做工作 你也不去听经文法 那么这样子啊 你很可能落入了 所谓的盲修侠领 乃至于你这个福报 没有办法真正的汇入 这个整个佛法的政见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一般的 所谓的这种学校 乃至于这种佛学院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这个教理 学了很多 他了解了很多道理 但是呢 他没有去实修 那么就像是平时啊 他就是只顾着上课 但是呢 他没有这个定课 没有安排这个行门 没有行门呢 一方面就没有办法摄持住我们的心 那么很有可能呢 就是在这个学习佛法上啊 学习久了 他这个呢 整个没有实修基础的一个支持 那在这个佛法上面 也没办法继续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整个行门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净土三思聊的信念之后啊 再来应该就是要去加强我们这个实修 那么这个 在这个实修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念佛 那么你要怎么样子 学习这个课程 把这一句佛号念好 这个也是你们的学问 就是我们在这个念这句佛号的时候 那么他也有一些 要了解的一些道理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经文的部分 那么呢 再来慢慢地解释 要怎么样子 从这个事项上来把这句佛号给念好 这当中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是正是无上因果 第二个是从确 经书 请大家额掌 摄理佛 不可以少善根佛的因人 得胜以果 摄理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我一说 阿弥陀佛 此次名号 若一日 若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取了你命中使 阿弥陀佛 你祝圣中 现在齐全 世人中使 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奥密陀佛 极乐国土 这里所讲的经文的部分 主要是在说明 整个净土法门的一个无上因果 摄理佛 不可以少善根佛的因人 得胜以果 那么这个就是说到 我们一个想要往生 极乐净土的一个行者 从我们刚开始发心 那么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所要区别的条件 不可以少善根 乃至于福德因人 也就是这个福德跟这个智慧 都是要具足的 那么才可以得到这个无上的果 得生于果 我们来看这个欧毅大师 怎么解释这一段 无上因果 总是无上因果 也无上因 菩提正道 明以善根及清音 种种助到 师界常的 明不得及助缘 首先 事先不从这个净土法门来说 先从这个六度来说 约着六度而言 什么是清音缘 什么是助缘 菩提正道 明以善根及清音 这个菩提正道 也就是六度当中的 般若波罗密 那么这个般若波罗密的智慧 它是善根 所代表的是清音缘 那么种种助到 师界常的明不得及助 那么其他的呢 从这个布施 实践 忍辱 精进 来自到这个禅定 这个部分 它是属于福德的部分 这个是助理 声闻 圆觉 菩提 善根少 人天有肉 福德 福业 福德少 其不可生 净土 那么就讲到 我们真正想要广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正音缘 以这个声闻乃至于这个圆觉策 他们这种呢 是属于菩提 善根少 那么人天的有肉 福业 是福德少 这样子呢 想要靠着这样子的修行 是不能过往生极乐净土的 那么怎么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往生极乐世界净土呢 我以信愿之词名号 则一一生息聚多善根福德 闪性称名不善 亦不可量 况不信乱灾 所以说 讲到这个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音缘 就是信愿之词名号 则一一生息聚多善根福德 那么在这个祖师大德讲到 我们所要修的这个善根跟福德啊 从这个过去世一直到现在 无量节的累积 那么谁知道说 他的这个善根跟福德 到底够不够 这里呢 欧益大师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就是当我们能够信愿 发起对极乐世界的相信 乃至于你内心当中 发起对极乐世界一种想要往生的一种愿意 这个时候 你就具足了多善根多福德 那么再开始支持这个名号 那么就是讲到 你能够具足这个净土的三知良 那么就是呢 你本身有笼罩在这个极乐世界 公立陀佛他的功德当中 所以你本身也是 有这样子佛力的加持 乃至于这个五逆十恶 可能他今生当中 都没有修习这个善法 没有修习这个福德 但是他就是因为佛力的加倍 所以他可以信愿支持名号 那么他就是具足了 多善根多福德 那么这样子最主要的就是 破除我们心中的疑惑 你才不会在这个灵命中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段经文 不可少善根不得意 那么你就想到 不可能是没有善根 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自己没有修行 那么自己佛报也不具足 那么当你这个能够信愿支持名号 这样子就是具足福德 具足善根 那么乃至于散心称 这个欧弥陀佛的名称 这个福德跟善根都不可计量 更何况你能够一心不乱战 所以你今天在这个信愿慈名上面 就是把握住 它就是极乐世界 往生的一个正义 也就是无上的因缘 那么你这样子在今生当中 能够信愿慈名 所遭感的一个果报 故事感应道交 闻成应患 弥陀我慎重 未来而来 七水皆异 行人心事不往何往 脱子宝连也 所以这个无上的果 就是信愿慈名 它所遭感的这个果报 就是可以感应道交 这个感应道交 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观念 就是一般这个凡夫啊 跟这个圣人之间 是有很大的一个界限 那么圣人跟凡夫之间 他的整个心境 是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感应道交 就是要把你的内心世界 提升的 跟圣人的心境一样的 那么什么是圣人的心境呢 就是发起广大的土地心 那么发起这个信愿支持您好 这样子呢 你就能够打破这个界限 跟这个欧弥陀佛感应道交 那么就是文成印坏 在这个古代 它这个印章 是用这个泥做成的 那么这个泥印呢 一盖到这个书纸上面之后 泥印就坏掉了 那么这个所讲到的 就是它的一个成就印 当这个泥印一盖下去之后 泥印虽然坏掉了 但是这个所盖的这个章 当下的成就 这个所匹律的就是说 我们说佛世界的这个色神 它这个果报体 我们把它放下 但是同时在极乐世界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命 就像是这个文成印坏一样 有一个成就印 那么其中也有一个转换印 转换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的这个有肉业 那么可以在这个 极乐世界当中受伸 那么这个就是文成印坏的 主要的一个内涵 弥陀圣众不来而来 清垂皆宜 行人心事不往何往 托子宝连也 那么在这个弥陀圣众呢 不来而来 那么来到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 清垂皆宜 为什么偶一大师 就不直接用白话说这个 这个弥陀圣众 就来到这个说佛世界 要加一个不来 就是讲到 首先我们这个法性是偏满的 他们没有这种所谓的注意 来到这个说佛世界这件事情 所以从这个法性的角度上 他们是没有来的 但是实际上 从这个事项上 他的确因缘上面 是来到我们的所谓世界 所以说到不来而来 那么清垂皆宜我们 这一些生死凡夫 但也往生 行人心事不往何往 那么我们同样也是一样 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托子宝连也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 得生彼国 之所以可以得生彼国 那么就是靠着我们 信念支持名号 这样子的一个多善跟多福德的因缘 那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在其次讲到别是无上因 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不信不乱 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召呼了舍利佛说 如果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也就是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他可以放下这个说佛世界 信念支持名号 那么就说他是善男子善女人 那么我们说阿弥陀佛 那么支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个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特别要强调那个支持 这个支持两个字 就是说我们手抓着不放 所以我们平时这个念佛的功夫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怎么样去栽培 我们平时的时候 可以在生病的时候 那么在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要去测试看看你这个念佛的功夫 你今天可能很多的事物产生 但是这个时候你心中心犯意乱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看 你可不可以提起这句佛话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你对这句名号它的一个相信度 一个依赖度 那么我们今天有任何的病痛 来自于肚子痛 肚子痛起来或者是牙齿痛起来 那个真的是相当的痛 但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这句名号 佛号去意念它 你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世界 要放在这个佛号上面 这个就是一个对于名号的一个 皈依之心 那么这个相当重要 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 这种念佛的功夫 能够把它念佛的好 那你就是要靠着自己 常常要去观照 你对这句名号的一个支持度 一个归一的程度 像我们现在 台湾有很多的这种佛教团体 那么据我所知 那么像现在 所谓的藏传佛教的这种传统 它刚开始修学的时候 由于他们的修法是要修真上身 所谓的真上身 就是他们来生还要再来收获世界的意思 因为他修这种真上身 他对于这个修法就是 他今生的修持 就修一个三规 所以我们学佛念的教主任 经济法师 他就说他遇到过去的这些师兄弟 修这个藏教 修这个广论 那么他们就问他 现在的修持是怎么样 他就说 我就是修三规一 所以你怎么没有再修高一点 他就是三规一就相当重要了 这个基础要打得好 所以在这个修持上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个规一 他所要求的就是 他来生 一定要再接触到佛法 所以你没有三规一 他修的法在高 修了这个真如观 修了这个空观 但是遇不到三宝 没有用 整个佛法的上分 还是没有办法延续 所以他们特别强调 一定要把这个规一去修好 那么同样我们净土法 也是特别强调这个规一心 你这个规一心能够修得好 那么你这个日常的生活 你就要去关照 那么这样子你才可以 真正的进一步的支持名号 若一日若日乃至其日 它都是有一个赤地 跟一个基础的 那么这样子呢 佛土特别强调啊 你能够这样子修持啊 你真正到灵命中的时候 欧弥陀佛 你出生中 现在其前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 所讲到的意思就是说 欧弥陀佛 他今天 是亲自到这个收佛世界 那么带你这个 病床前面 把你安慰 能开导 接引到极乐世界去 那么的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十方佛土当中 那么也唯有 佛弥陀佛是亲自接引到他的净土去 那么这个是相当特殊的 那么在这个别式无上音 我们来看这个五十页 佛弥大师 怎样子解释 更一步地介绍 这个无上音 我们把它分成这个信音 文师修 首先所讲到的是文 文而信 信而愿 乃可你之词 我们说这个文会啊 它是要有一定的一个标准 所谓的文会不是说 乃至于佛号 乃至于净土法 你听过 它这个文会 就是从听闻当中 产生的一个信心 也就是说 你要对这个极乐世界 要产生信心 什么样子的信心呢 第一个 你要相信极乐世界 的确存在 那么你要相信极乐世界 的确有四十八愿 可以使你待业往生 然后再一次地相信 你决定可以 从这个售佛世界 从这个生死反复 可以待业往生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是文而信 然后信而愿 那么乃至于呢 可以把这一句名号 支持得好 所以我们这个事项上面的 这个把佛号 要把它念得好 那么你要先了解 怎么样子 把佛号念好的一个理论 那么如果说你不信 不愿 你不文等 虽为原因 不明文会 所以这个文师修的 这个文会啊 如果你没有信心 跟愿力啊 那么这个只是 跟极乐世界结缘 它不叫做文会的 所以欧一大师所说的呢 这样子是一个原因 不明文会 再其次看到 什么是极乐世界的一个诗会 雕 雕方面呢 说到 支持 则念念一佛名号 故事 诗会 然有 诗词 理词 这差别 这个支持名号 就是把这一句名号呢 念念一佛名号 那么这个更进一步的 我们讲到了 念佛刚刚说到的 这个事项上 你首先有了归一心之后 进一步的就是 要相续地使这个佛号 可以在心中并转 所以讲到这个 念念一佛名号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课程 也有说到 这句名号呢 你要把它念好 我们所根据的 就是英光大师的 念从兴起 那么 因从口出 那么 生从而入 这样子构成一个循环 这样子就是一个感应道教 就是 首先的念从兴起 就是这句名号 是从你的内心的归一心生起 所以这一句名号 一个归一心 知道呢 你有很多经典的基础 譬如说这个大吉经所说的 莫法一亿人修行 唯有 尝尝支持 名号 得度 生死 那么你就知道呢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没有办法 度脱这个生死 大海 这个这一关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内心当中 隐隐约约的 对这个佛号 产生了归一心 那么归一心的时候 你就要找一个依靠 什么是我们的依靠处呢 就是这一句 万德红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念从兴起 那么 因从口出 就是我们修这个 执持名号 就是要念出这个声音 那么假使是在大众共修的时候 你也要金刚词 金刚词就是 把这个嘴巴 微微震动 那么使定这句佛号的声音 在这个唇齿之间 就是在你的嘴唇 跟这个牙齿之间 那么有一个很小的声音 这样子呢 念从口出 那么因从耳入 那么你再从耳朵 把你自己的声音听进去 特别强调的是 要听自己的声音 像我们在这个 打伯期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听 别人念佛的声音 是要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因为这样子呢 才不容易心外求法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 可以实力念佛 可以念念相续 就是从长久来说 还是要听自己的声音 那么当然 听我们佛号的声音 你要注意这个注意力 不要放得太高 不是说像有的人听佛号 他就注意自己的耳朵 那么这个时候 很可能会上火 所以我们在这个念佛的时候 知道了这样子一个循环之后 然后你要再配合 使定我们身体的 地水火风调合 所以你的心 要把它放低一点 看似放在脚掌 或者放在大地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了解 这句佛号要怎么样念的好 就是这样子 慢慢地每一次每一次地听闻 那么在这个每一天当中 自己安排时间去念佛 就像是一般我们修这种禅作 把这个禅期 他们就是透过不断不断地打坐 那么不断不断地实际上面修行 去把这句佛号跟念好 靠过这个实秀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 你还是要去事项上自己去操作 把这句佛号跟念好 那么事项上自己 先在这个境中 自己可以把佛号念好 你才可以进一步地 立元对境秀 立元对境就是 乃至于你今天坐空车 乃至于你出差 乃至于你去外面买菜 办理一些思路 那么这个佛号 我觉得自然可以把它念得好 这样子就是念念意佛 以后 故你故事师会 然有事词 理词之别 那么这个事词跟理词 事词者就是 信有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而为达是心作火 是心是否 但你决志 愿生求生故 如指易谋 无始展望 那么我们又来了解了 整个这个净土法门 有分为事词跟这个理词 所谓的事词 就是事项上面的道理 事项上面 我们相信 的确有阿弥陀佛的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从事项上面的了解 不是讲这个 自心本去极乐 自心本去佛性 还没有从这个理性上面来说 就是单单从事项上来说 所以说 为达是心作火 是心是佛 那么你就是 决志愿求生故 如此异母 无始展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了解了 整个净土法门 它存在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 你今天念佛 你是怎样子修行 你是这个事项上面的修行 这个事项上的修持 也可以往生其乐世界了 像我们过去民国初年 那么有一些老阿公 老阿婆 他们就是念佛 他也不了解那么多的道理 但是也可以往生 但是这样子 它是内心世界当中 相当的单纯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学习 我们也可以 把这个理词做一个了解 这样子的目的就是 更加的巩固 我们念佛的一个功德 乃至于往生其乐世界的一个保障 理词者信西方 欧弥陀佛 是我心聚 是我心造 即以自心所聚 所造侯明 为细心之际 令不暂妄 那么这个理词 所讲的是什么 我们常在现在的佛教上面听到 禅尽双修 他所讲的就是禅的道理 什么是禅的道理呢 禅呢 所讲的就是 你要往内心当中会 不要心外全好 就是你今天念佛的时候 常常常的安住在这个外界上面 就是呢 的确是像上的一个奇特世界 欧弥陀佛 但是假使你能够进一步的 从念佛上面 你可以往内心上面会 这样子呢 你的念佛都念得更好 什么叫做把内心上面会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信西方欧弥陀佛 是我心聚 是我心造 那么相信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也就是我们的本来的面目 这个时候你要从佛的角度来观察 就是我们今天念佛 什么叫做念佛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本来就是 应该像佛陀这样子的 只不过我们今天啊 迷失的本性 那么在这个三界当中 深深事事流转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求生到极乐世界 实际上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要走得到的 而不是呢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好像是呢 是得到了什么东西 内心世界得到了功德专业 得到了阿波弥陀佛呢 种种的加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礼慈的话 往内心上面会 我们就不会这样想 就是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专业 是我们本去的 既然是我们本去 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得到 那么就是本来应该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能念佛 我们念得更好 那么极致心 所聚所造鸿鸣 唯一意细心之境 令不占妄言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要念佛 既然是佛陀 名号是我们本来的境界 但是从这个事项上面 戒笔名号 嫌我自行 我要开选我的佛性 我要回复我的本来命目 要假借的这句名号 它是等于是一个增上元 所以这个时候 不会因为你是了解理词的道理 把这个名号给放弃掉 了解理词的道理的人 他不会因此 说这句名号我不用念 为什么呢 我本身就是佛陀 我本身就具足了佛陀的种种功德 所以这个名号 我就把它弃折掉 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 名号是在帮助我们 开选佛性 不然的话 你怎么样子把你的佛性开选 是没有办法 再来看到五十六页 那么最后就所讲到的 就是一个修会 明修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明七日刻齐 第二个是明一心不乱 明七日刻齐者 一日至七日者 刻齐办事也 立更一日己不乱 顿更七日方不乱 中更二三四五六日不定 又立更明七日不乱 顿更己一日不乱 中更六五四三二远不定 这个一至七日刻齐办事 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反复而已 这句话就是说呢 我们反复的专注力有限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专注力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 他对一件事情的认真的程度 他所维持的时间 那么维持专注力的时间 可以分为刻齐办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限定一个期限 我们有时候 平时的时候修行 那么我们呢 来打一个佛器 心中就有了一个座意 那么这个座意就是说 我们来说这个七天当中特别的专注 那么来加强我们这句名号功德 这个时候呢 把这些事物都放下 专专心心地来念 这个就是刻齐 刻齐就是设定一个时间 那么把其他事情都放下 好好的来念这句佛号 那么这样子来加强我们佛号的功德 那么这个目的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 这当中分成顿根 利根 那么中根 那么利根人 他刻齐呢 可以一任死定内心当中 跟这个佛号啊 可以达到这个感应道教 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佛号念得很好 一任即可不乱 那么顿根人是要七任 中根人是二到六任 那么不乱之后 能够维持的时间 利根人可以七任